我聽說有一個很喜歡吃榴槤 有一個很害怕榴槤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每次去馬來西亞 一定要吃榴槤 如果喜歡吃的話 他是超害怕的 站在旁邊也不行 那你就不要跟他去吧 他一說吃榴槤 我就彈開幾條街 我那次拿了榴槤去他的房間吃 然後他就生氣得臉紅了 因為我長大了 他不敢罵我 你這麼尊重你的師姐 他害怕 口水多過浪花 才等你埋位 今天很開心 我們請到香港羽毛球運商 兩位就是鄧俊文和謝影雪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剛剛從東京奧運回來 也很感謝你們 幫我們香港拿到歷來最好的成績 回來了多久? 回來了兩個星期 差不多三個星期 差不多三個星期 是否接受很多訪問? 也很多的 因為這次真的多了很多人關注運動員 所以一直一直問我們做訪問 對 今天早上也好像有去游巴士 對 巡遊 鄧俊文要多說一些 你不要害羞 你不要什麼都靠傻 有謝影雪跟你回答 因為我看了你的訪問 就是什麼都有拍檔 跟你回答 沒有 現在好了很多 可能訪問也多了一些 現在對答好一些 最無謂的 好 你當跟我聊天 其實我很想知道 你們怎樣知道自己有打羽毛球的才能 最初最初的時候 最初其實因為我住屋邨 其實我也是跟家人在門口打一下 打一下打一下 因為我大埔已經有利福林體育館 那裡有一些訓練班 那時我有一點點興趣 那時幾歲 那時應該是六七歲左右 那時我看到這麼近 那我就打一下 然後慢慢地打 打到差不多十六歲 才決定投入這個全職 那家人有什麼反應 家人從頭到尾都很支持 完全沒有反對過 因為那時 其實我中一喜歡 那時的興趣很模糊 因為我是足球和羽毛球 兩項都可能五十五十 但是我家人也很支持我 就算我選足球和羽毛球 他絕對很支持 但是十六歲 去做全職 那就等於不可以讀書了 是的 那時就讀到中四 然後就不再讀書 就直接全職訓練了 其實你找到你自己的興趣 也是一件好事 是的 開心很多 就算全職那時 時間會過得快很多 因為始終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夢想 那時候 訓練那時會特別開心 過得特別快 謝英雪呢 我就是小時候 我有個姐姐 我媽媽就帶姐姐去看股館跳舞 那時候我就在BB車 然後她等姐姐跳舞的時候 她就推我去球場 去打球 那你不是很小時候 那時候 我是在BB車的 我不記得 然後我媽媽說回來 我就是她推著我去球場陣 看著她打 是 那時候她就開始喜歡打球 然後到我大一點的時候 其實也是 我想五歲左右 是 那開始她跟我打 那她看到有訓練班 就問教練可不可以 讓我一起練 但是不知為什麼 那時候青年軍的教練 又肯讓我入 我是什麼都不懂的 但是裡面 你打得很好 不是 但是裡面的哥哥姐姐已經很厲害了 我是跟不上他們打的 所以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只是揮板 還有做步法 那 就是 然後 她其實很疼我的教練 就是經常都會自己開球給我 那就是我打得一下 那我媽媽又很支持我 那但是 大過了 我是更早過她 我十五歲就做全職運動員 是 那是自己的決定 也是 因為 那時候總教練跟我們說 其實小時候 越早做全職就越好 因為你可以真的每天都去 全心全意 而且學習的時候最吸收 所以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做全職運動 那又是家裡很支持的 很支持 因為我媽媽也很喜歡打球 我發現你們兩位都是用左手打的 有沒有好處的 那兩個左手我覺得好處是 因為始終現在世界上 兩個左手的組合其實都比較少 相對少些的 可能兩個左手的思路和球路方面 相對比一個左一個右或者兩個右手 但是一個左一個右不會說 不好意思我不會認識 比較好處的 是不是 一邊是左一邊是右 那就全包了 其實也是 很厲害 是不是這樣 對 因為我以前有拍檔是右手 其實是 真的很好處 就像你這樣說 包了整個團 所以我們兩個左手 其實我們正手面是很有優勢 但是相對地我們這邊都會經常被人抓住 對 針對我們這邊 但是你們的默契也好 我又包了 默契好 默契補舊 對 默契補舊 但是你們拍檔有多少年了 都五年了 五年了 一起出去比賽 但是兩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我聽說有一個很喜歡吃榴槤 有一個很怕榴槤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每次去馬來西亞 一定要吃榴槤 如果喜歡吃的話 他是超怕的 站在旁邊也不行 那你就不要跟他去 他一說吃榴槤 差不多就彈開幾條街 我那次拿了榴槤去他的房間吃 然後他就生氣到整個臉都紅了 但是因為我長大了 他不敢罵我 哎呀 你這麼尊重你的師姐嗎 他害怕 他心裡不知道說了多少 發洩不出來 把戲弄住了 其實兩個相對的時間很長 非常了解對方 尤其是打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眼神已經知道 動一動已經知道 也是的 但是很多時候是他看到我的動作 因為他一直在 很後面 對 例如我去哪裡 他就會補回這邊的位置 對 我想問一下職業的運動員 其實是怎樣的呢 好像我們上班一樣 一醒了就要去練習 我們有特定時間 逢星期一、三、五都是全日的 差不多是九點到六點 但是中間也有兩三個小時休息 吃飯 星期二、四、六就是半天 就是早上九點到十二點半左右 那做什麼呢 每天都在練習 練習 練習 因為想起一些新的招數 因為開球怎麼不同 其實就這樣看 其實時間都比較苦悶 但是因為可能 這是我們的興趣 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就算每天練習差不多 可能練習差不多的東西 但也不會覺得特別苦悶 因為可能就這樣練習一個課網 我們盡量追求到完美 所以 誰在對面跟你們打 沒有的 例如他拋球給我 我打 或者我拋球給他 拋一個小時 但是混雙 有時都會跟隊友一起對打 但是我們除了練球之外 我們都經常要舉重 我們一個星期都要舉三天 鍛鍊一下身體 還有體能等等 那天天打 那幫家 會不會去打呢 還會不會去打血毛球呢 那些朋友、親戚朋友 一定會很恨跟你打 是不是 有沒有開過聲 有 你怎樣應對 有的 一開始一定有的 通常都是看會不會有多餘的時間 因為 我除了軟毛球之外 我空閒的時間 就會跟我爸爸去踢球 因為足球是我第二大興趣 所以 我多數時間都會去踢足球 所以 可能那些親戚朋友 會說 不如跟我踢球吧 不要跟我打軟毛球 好 整齊呢 我就 都不會特別 我媽媽的朋友 有時都會找我打 以前就打得多一點 因為現在 始終都會有傷 打什麼 他們打什麼 打死他們 你打什麼 我都會遷就他們 對 有時會陪我媽媽打球 因為她很喜歡打 每次我陪她打球 她就超開心 對 我空閒時間 通常都是去放狗 你最喜歡你那隻 啤啤啤 啤啤是跟你一起住的 因為你還有很多其他狗 對 媽媽那裡也有朋友 那裡也有 但你去奧運期間怎樣 沒有 因為 可以說不說 她在哪裡 她在一個朋友那裡 因為這裡有照片 就是你的狗看著電視 看著你在比賽 對 她每天都看奧運 幸好有朋友幫我看著 好可愛 你的狗 你有沒有養動物 我沒有正式養動物 我家裡有龜 但通常都是我家人幫我養 我主要是回去 久久去看牠 餵牠吃東西 有龜好很多 不用這麼多東西 不用帶出去 我看到一個報道 阿雪打算退役 就是想開開什麼 你自己說 Pet Friendly的咖啡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 很多餐廳都不讓狗進去 希望可以 開一間咖啡 可以吃東西 然後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主人和狗仔一起玩 始終香港地方小 很多狗仔在家裡都可能 很悶 很想開一個 這些地方 可以讓大家輕鬆一下 很有外心 阿俊文呢 會不會太遠 想退役不做 我也有想過 退役之後 主要是想求生 乳母球 因為想留在香港隊 做乳母球隊的教練 希望可以把我的經驗 傳給我的後輩 還有想開香港小食的店 因為我比較喜歡香港小食 燒賣魚蛋 我都喜歡 很蠟雜的 所以我也是 我以為你們有什麼特定的餐 不准吃零食的 通常不准吃的 我特別喜歡吃 吃火鍋 你為我們香港羽毛球 兩位獲得很好的成績 下一步 有沒有什麼理想 想獲得什麼牌 什麼名次 其實我本身是想著 今次奧運完了 差不多慢慢退下去 但是 我教練也跟我說 其實你還可以 不如再打完 明年 因為亞運 先打完亞運 奧運就很快到了 一年又一年 今次的奧運 如果想巴黎奧運 更快 因為少了一年 2024年 你先打完 很多球迷都有叫我打 我自己也有心慾 但是 自己也多傷 一年一年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頂到去巴黎 阿俊文呢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我下一個目標 當然希望亞說繼續打 還有可能 如果他退役你怎麼辦 還不知道 我不會打算 你不要退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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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孤兒一樣 哈哈哈哈 可能我們比較短期的目標 就是阿雪說 可能明年亞運 還有可能今年年尾 我們也會參加 還有一個大比賽 就是西金賽 希望到時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希望可以獲得牌 嗯 香港的觀眾 香港的市民 都很支持你們 你說是看到很多很多留言 不如在這裡 趁著大氣電波 跟市民、觀眾 有沒有什麼說 很感謝全港市民 幫我們打氣 今天因為我們去了巡遊 真的可以親身面對面 聽到他們的歡呼聲 都很開心 而且可以親口跟他們說謝謝 因為是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做到其實都很開心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嗯 我也很感謝香港的市民 還有我家人 還有我女朋友 因為他們都很支持我 即是無論我們贏或者輸 都會很支持我們 給我們很多的鼓勵 所以令我們更加有動力去打好每一場球 嗯 謝謝你們 希望你們繼續練習 為我們香港繼續獲得好的成績 謝謝你們今天上來 謝謝 拜拜 謝謝